畫面上可以看到上百名旅客在台北松山機場的登機櫃台等待登機 但不少人因為等太久無法登機 等到不耐煩不停對地勤人員咆哮 這是因為一架麗龍航空從松山機場要飛往澎湖的搬機 原定早上8點15分要起飛 因為搬機故障延誤 後續航空公司緊急從桃園機場調來的飛機也出現問題 導致過了三小時人無法起飛 旅客陸續出現不滿的聲讓 甚至還有航警在現場維護秩序 帶您來看一段稍稍畫面 旅客們情緒相當激動 不停向地勤人員詢問什麼時候才能起飛 不少人出遊的限制都已經被破壞掉 運用航空也緊急在現場提供點心跟飲料安撫旅客 搬機問題直到中午才排除 延遲了將近四個小時 12點06分終於順利起飛 受影響的旅客人數仍有待全人當中 聽得到我們後面前排除了